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床内俩人端坐流天 船外由于船夫身穿缩斗 正要取下乌鹏船顶上的斗笠 就是这样一件世界海界的龙泉油争品 既不是考古出头 也不是黄石旧藏 它的来历还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浙江省龙泉 一个名叫尚叶尔葱的地方设起 1954年的冲天 家住尚叶尔葱十七岁的姑娘何昭蒂吃过早饭 像网茶一样来到了葱边的十二脚下 玩花花草 玩了一半之后 突然从土中冒出了一个极形怪状的瓷器 擦掉上面的泥土之后 一只绿色的小瓷船漏了出来 何昭蒂一看小船长得可爱 就将他带回了家宗 回到家宗之后 他将小船拿给大人看 借多实话的爷爷告诉他 这也许是以前大部分人家用的这个瓷器 应该是一些古物 他慢慢听说可能是古物之后 就连忙让何昭蒂先洗赶紧收藏起来 并开玩笑地说 将来可能会作为传家吧 一年之后的一天 何昭蒂随妈妈到县城去参加亲戚的宫里 借到县城很多餐历都是精美的瓷器 就跟人说起家中也有一件绿色的小船 非常漂亮 是自己在地下挖出来的 说者不易 听者有心 何昭蒂的话 引起了泄草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姓李 当时是龙切县文物管理部门的一个管理员 他听了何昭蒂的话之后 立刻判断应该是一件文物 于是他立刻赶到了杀业儿童 通过冲盖部找到了何昭蒂家中 要他们交出这个传家伙 并表示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 如果不撒娇 就是属于犯罪 何家人一听立刻傻也了 第二天一大到就带着女儿挖出的小船 赶到了县里这个文物部门 撒娇了 达使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界定之后 觉得这个小船应该是一件宋朝时期的龙泉游瓷器 算是比较珍贵的文物了 于是对何家人进行了表扬 让他们先回家吧 并表示过去日子会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贾力 过了几天 何昭蒂的母亲从一位镇上工作的亲戚手里 领到了68月的贾力金 此事过去之后就无人再提了 2005年 已经年过花甲的何昭蒂听朋友说起 到杭州游玩的时候 在省博物馆里借到了一件青丝小船 很像他在铁街街道那一件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老人非常激动 就想在有生之年再借借这个文物 经过准备之后 老两口带着当地文物部门开的这个介绍去 来到了浙家省博物馆 希望能够再借一借这个正快至高的敌船 但太不巧了 当时这个笛舟作为重要的文物 正在国外展 无奈老两口又跑了第二趟 才借到这个船家吧 在参观的过程中 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对老人当年主动刷酒文物的行为 给了充分的肯定 并接受说 业底作为一件文房用品 在宋朝时期是非常流行的 但此瓷器这样造型奇特 内海丰富又做过研究 肘色美丽的叶是绝无皆有的 现在国外的大型探卖市场 有记录的这个龙泉游瓷器拍见 都不低于一千万 何周立老人听了 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 他说能够再看见这个宝败 我也此生无害了 现在老人现在已经退休了 生活也很幸福 对这个钱已经看得不太重 好了 本期的节目喜欢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点赞 请不吝点赞